而針對核四的議題 民進黨立委鄭立軍上午也召開了記者會 他指控台電長期高估了用電需求 還低估了供電能力 甚至對外宣稱不蓋核四 電價就會漲 這讓鄭立軍今天不滿地反駁說 就算建立非核家園 用電也不予匱乏 電價不會漲 核四續不續建已經到了攤牌階段 台電強調不建核四的話 電力供應會有問題 這話聽在民進黨立委耳裡 覺得是在恐嚇人民 我們台電隱匿資訊 高估未來用電的需求 低估自己供電的能力 大藏電藏了私房電以後 再來恐嚇人民說 不要核四會缺電 恐嚇人民說 不要核四會漲價 我們如果依據我們的推算 到2025年都不會缺電 根據鄭立軍提供的資料 即使核四停建不相轉 今年平均電力備用容量率仍有11.79% 由於台電仍有多個電廠投資進行中 到了2017年 這個數字將上升到15.42% 2020年時 則將達到20.12% 根本不會有電力不足 或者電價應該調漲的問題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方簡甚至認為 蓋了核四只會讓電價更高 蓋了核四 電價更會漲 為什麼 因為虧損更大 這個結構性的窟窿更大 因為現在已經有一半的電廠不發電 那以後會有更多的電廠不發電 然後去讓核四的績效變得好像看起來更好 民進黨團也揚言 夏慧琦會把核四列為優先法案 過去民進黨執政時候 也為了停建核四付出了非常大的慘痛代價 那這事實也證明民進黨這個非核家園的政策是對的 我們這個會開義 我們還是要堅持先停建核四 核四續不續建 預算要不要追加 變成執政黨的燙手山芋 也是新內閣的最大考驗 UDNTV賴瑋聖李光宜 台北報導